有一个叫东勇的 家很穷 我们发现这个 往往生活很贫困的 这种人 他的精神很高尚 有人说你是逼出来的 不得已 是不得已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才能激发人性 本性 那个道心 才能回归大道 人本自然 是应该这样 从此以后 大家就把你当榜样 你自己也越来越好 东勇 父亲没了 没办法 只好自己当长工 卖身长妇 然后在路上 就碰到一个 女子 说我愿意跟你一起 可以嫁给你 然后他们就 到这个有钱人家 有钱人说可以 你能 支三百匹布 那刚好这个男的 不善于这个女的行 男工女支 结果 才一个月 就弄好 然后事后 这个女子就告诉她 我是天地之女 然后下来 就看你 尽孝帮你 然后就 没有了 人也没有了 故事也没有 我们就可以 再深一步想 这个 董勇 有人说 还有这个七千女的版本 不管哪个版本 好像都很玄乎 说了你也不信 但历史记下来了 你也不信 反正信者 恒信 不信者 恒不信 那 这个精神 我们领会 学习 也就够了 有没有那种体验 你要不要体验一下 要不要这么穷 有些东西说不清 也要看你 那个缘分 你看我们说的 卖身丧妇 有时候 他会 做文章 说 应该是个女的 更感动 实际上 有没有女的 这种事 当然有 从不 应该很多 甚至说 卖到这个 春楼 很惨 有的是卖艺不卖身 有的实在没办法 只能卖身 为妾 为奴婢 你看东勇 他说 他是 这个 卖身 实际上 也可以说卖艺 卖艺不行吗 但是 可能他不允许 很着急 反正各种各种原因 谁也不会愿意走这一步 因为卖身 他是 就是完全 做牛做马 什么都听 卖艺 我可以自己 对吧 有一定自主性 靠技术 穷人很多是这样的 一红院也是 那高贵的那些 他往往是卖艺的都 你实在是 没办法 那只好走到 卖身这一步 那你说 这个神仙 什么 为什么不帮这些女子 这个就更难说了 他可能直接有缘分的事情 可能你的业 还没有消完 很多原因 总之啊 可能 神仙很忙 领会精神 三米之外